- 各位粉絲大家好 歡迎收看理財最給力 問你的人生財富加點力 我是阿克力 今天我們要來幫廣大的勞工朋友來理財 因為我們知道今年上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放無薪加 甚至說收入有對減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聊聊跟勞工息息相關的議題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勞保的一個狀況 根據統計 現在勞保其實是有破產這樣的一個傳聞 雖然已經傳了很久 但是這壓力鍋似乎好像真的越來越大 我們來看一下根據統計 在2010年的時候 那時候平均勞保的每個人勤領金額是13000塊 然後現在已經是到達17000塊 所以光金額上就增加4000塊 那重點在於說勤領的人數 在2010年大概只有11萬人 11.8萬人 可是現在10年後已經有132萬人後 所以你看這數量真的增加了很多 簡單來講如果現在有一年新增12萬人 等於說一人領年金 要5個人去繳保費來負擔 所以你從這個1比5的比例上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壓力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除此之外呢除了這種有可能入不敷出的問題以外 勞動基金今年的投資績效 因為受到疫情三月股災的影響 其實虧損已經將近1000億以上 每個人平均要倒貼1.1萬 也就是說勞動基金它虧損了大概是2600多億 所以換算成每個人的帳戶 退休的帳戶會縮水11500元這樣的一個金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大家真的要越來越關注自己勞保方面的權益 我們來幫大家試算一下 這個勞保未來到底有多大的壓力 以及說個人有多大的壓力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是 以整個勞保的規模來看壓力的部分 那現在我們來看個人 假設我們舉個例子 小明好了 小明25歲開始進入職場 他的月薪是35000塊 我們做一個假設 每年調薪3% 當然這個好像是不太可能 不過我們就先預估一下 那他工作是10年後 65歲退休 當時候月薪到11萬 不過因為勞保啊 他其實是有一個投保金額的公式 也就是你的平均投保薪資 乘以年資再乘1.55% 我們這樣幫大家算完之後呢 他退休的時候可以領到勞保是28000元 那另外有一個是勞退 勞退大家提醒大家那個是不會倒的 人家說會倒的那個是勞保不是勞退 這是要跟大家額外說明的部分 勞退呢是月領18000元 也就是說他這樣子的工作經歷啊 在退休之後每個月可以領4萬6000塊錢 可是重點是我們剛剛講嘛 如果勞保萬一破產 我們以最壞的狀況來說的話 就只能領到勞退到18000塊 18000塊對於支應老年生活 看這是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一個事情 因為可能比方說兒子如果要買房 你要幫他出房地產的投期款 通常爸媽都會這麼做 或者是說兒子夠努力 你不用媽出 不過呢老年生活畢竟還是有很大的開銷 特別是他醫藥費的部分 所以呢今天我們就來請教一下 教官啊 今天我們再次邀請到教官來 為什麼邀請教官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教官其實是年齡七位數鼓勵 然後提早在41歲就退休了 所以就要來請教官幫大家把賣啊 在勞保壓力這麼大的情況下 那既然靠政府好像靠不住 那如何靠自己來理財 我們今天歡迎教官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很高興來各位來分享我的一個經驗 那就剛剛阿格莉這邊所提到的就是說 教官你為什麼能夠在41歲退休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民國96年 我當時一個想法 當時看到了 零存整部的那個利息下來 哇少的可憐 我就96年2月份我就去 把零存整部把它解掉 我就去開了一個步驟 那時候利率大概是說什麼 當時的利率零存整部應該好像還差不多在2%左右 可是我感覺還是非常的少 2%很少 對對對 所以剛好看到了 超商裡面的雜誌有存股 有存股當時隨便都是688% 畢竟96年的時候當時沒有阿格莉啊 沒有我啊沒有大家在宣 宣導什麼存股的這些事情 正確投資的觀念 那所以說大部分的人都在賺價差比較多 那可是當時我就思考了一件事 我就開始去買股票 我去買什麼樣的股票 當時就思考了就是說 非景氣循環股 非景氣循環股 它基本上它能夠為我們帶來 不管你有沒有錢都要用的 非景點鼓勵是求比較穩健的嘛 是是是 所以說當時我也去思考啊 我為什麼96年開始我去投資 投資股票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到了93年之前 93年房屋的鋼金大漲 所以93年年底 93年之後房價也開始在大漲 那這時候呢我們如果 去思考一件事 一樣的錢 我去貸款當房東 我去當房東 我去當房東的話 一樣一坪現在像中永和地區啦 一坪50萬幾跳 50萬乘以30坪1500萬 1500萬 你假設你要付2%的一個利息 你光一年你至少去掉31的利息啊 那請問你要租人家多少才花出來 所以我投資我去買房子 我去貸款投資買房子 其實不見得能夠保證我的獲利 又有管理上的那個支出 而且不能出事 現在景氣不好 有些人可能對不對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每個人都能夠正面積極嘛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我也思考一件事 買車子 很多年輕人呢 他會買車子去貸款 可是買車子去貸款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一件事 他能不能為你創造你的獲利 一定是不行的嘛 如果說你是拿來做生意 那OK 比如說像我們軍人 我們軍人因為營區 其實他都是非常的偏遠 所以 比如說有些在高山上 你不自己開車你到不了 那所以這樣 買車反而是能夠提升我們的生活 改善生活品質 改善我們生活品質 而且就是說我工作的需要 那基本上是OK 那如果說買了一台車 其實他只是享樂來講 那這可能就必須要去思考嘛 好 所以其實在不一樣的思維下面 我當時我的考慮 我在民國96年的時候 開始不斷不斷的去買股票 買股票買到101年的時候 我開始對我熟悉的股票 我把我銀行還的房貸 已經幾乎快還清了房貸 我把它貸款出來 我就去買 財情房貸嗎 不是 我是直接貸款出來去買股票 對 我就直接拿去買股票 買了一些非减器循環股的股票 那這在後面等一下 我就可以跟各位來去做分享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我這邊有一個思維 就是說 其實我比較不一樣的思考方向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為什麼一直投資 從96年投資到101年的時候 這時候 這時候其實我對我投資的標的 你看96到101 其實大概也是五年六年的時間 其實我對我的投資標的 已經非常的熟悉 當我對我投資標的 非常熟悉的時候 我知道它 是一個穩定的一個定存股 OK 那所以我在101年 我就在思考 我銀行放款利率這麼低 我當時銀行貸款利率大概還不到2% 不到2%還蠻低的 大概1.7 1.6 1.7左右 公司你借出來去領股利 假設殖利率有6-7% 就我套利了一個空間 是啊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我的思維方式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跟銀行去貸款100萬 去買一個 穩定值利率的股票 是 OK 20年期的一個貸款 假設銀行利率在2% 現在都只剩下1.多% 我目前銀行貸款利率 我目前是1.29% 說真的 去買任何股票 會輸也不太容易 那你看 100萬購買值利率6%的股票 如果去借了100萬來講 每年的本月貪還 我們去用貸款計算器去計算 每年的本利貪還大概是多少 5000塊 每個月是5058元 每個月 可是我去買6%值利率的股票 相當於一年可以領6萬塊的股息 相當每個月是5000塊 5000塊的股息 所以我要繳5058元 可是我領5000萬的股息 5000塊的股息 我中間差的是58塊 我等於每個月 我只要省下什麼 省下一杯咖啡的價格 少喝一杯咖啡 少喝一杯50來 OK 好 我少喝一杯咖啡 其實 我透過我跟銀行去 徵貸去買 穩定的值利率的股票 以後呢 20年我總共只需要付58 乘以12個月乘以20 大概只有13000塊 13000多 可是重點 趙官的重點應該是在於說 假設股價沒有漲跌 你花13000多 20年後 這100萬就變你的 其實我簽下合約的時候 這100萬就是我的了 20年以後來講 他還繼續讓我零股息 那未來呢 未來我可不可以再繼續去 分享給我的小孩 還可以啊 我女兒 傳家寶 對嘛 我就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傳家寶 所以像這樣的公司來講 其實我會去選擇什麼樣的公司 我就會去選擇一個穩定獲利的公司 這叫官說比較不受景氣循環的 對 就比較不受景氣循環的公司 比如說我舉實例 我現在舉的都是實例 而且目前在我銀行戶頭裡面 在我券商幾保戶頭裡面 繼續再幫我賺錢 叫官自己的持股 對 這個在101年的時候 我跟銀行徵貸125萬 徵貸125萬去買了70張大台北瓦斯 按照當時的 就是本利攤還 我每年大概需要攤還的是75,000 75,900塊 75,900塊 可是呢 101年 他每年每一張股票配息配一塊錢 就差不多是 70張就是7萬塊 所以我 每年本金跟利息要付75,900塊 可是呢 我扣掉我要付的錢 我只要倒貼59,900塊 那當然你看到這裡 教官你還是要倒貼啊 其實不是這樣子 有些人會說你現金有還是付的 因為101年的時候 其實當時軍人還沒有課稅 而且 鼓勵是 鼓勵可扣體稅額是全數 所以 那時候不像現在只有8.5% 是 所以那時候來講的話 這每一張大台北瓦斯 可以大概退200 所以70張大概退1萬4 實際上我是真的沒有付到錢 那這樣就還倒賺 好 但是我們 不要就是說 我們就是可扣體稅額 我們就把它拿掉 因為我們後來漸進式的 又是可扣體稅額減半 後來現在又是幾% 就是8.5%的方式來做計算 那太複雜了 我們就 假設沒有可扣 完全沒有可扣的稅額 OK 一直到了哪一年呢 一直到了107年開始 每年配1塊1了 這時候我完全都是 不需要付出任何的錢 所以我是不是拿銀行的錢 來幫我買這個股票 而且 每年的股息拿去幫我繳銀行的房貸 聽起來算是零成本存股數 OK 那到了6月29號的時候 它的股價是30.85元 30.85元 70乘以30.85元市值已經變成多少 215萬 我當時買多少錢 115 我拿125 中間拿115出來買 對 所以實際上來講的話 大概已經翻了1.87倍 現金股息總計已經領取65萬 65萬 所以其實 其實我當時的思考 我不是鼓勵各位朋友說 我現在聽了教官的課以後 我就到銀行去借錢買股票 其實這是不對的 重點就是說 其實你買 如果你不借錢 你去買股票都會輸 那麼你去借錢買股票 輸更多 只是加速你的滅亡 對不對 你死更快 所以我們重點在於就是說 你對你的個股是不是熟悉 它是不是相對穩定的 才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去處理 好 那比如說 像 這個 你說 欸教官 那個你只會去講一些成功的案例 那我們講講失敗的案例好不好 其實這就是一個很失敗的案例 在教官裡面大風電 算是你比較失敗的案例就是 其實這個在教官寫書之前 所有的財經書都說 大風電是猴子經營都會賺錢的公司 我105年才出書 但是因為 我持有它的股票 其實配股配息很多 因為它每年不斷的配股票鼓勵 那我們來講 這一檔股票呢 是在所有PTT上面來講 只要講到大風電 有人就會說 欸教官大風電的草 都不曉得漲多長了 那其實 你們買 就是那些人買大風電 其實跟我完全沒有關係 好來 但重點我要來提到 我在101年的時候 我當時 一樣去跟銀行徵貸 200萬 我拿了194萬 去買了38張的大風有線電視 我為什麼會去買它 因為其實我對這家公司 也是一樣非常的熟悉 好 那因為早期 它剛開始101年開始 就要去做跨區經營 要去布設電纜 其實還有去買機房 這些基礎建設 其實它需要 需要資金的投入嘛 所以它就配股票 所以 我當時買了38張 到現在來講 總共因為每年配股 已經變成51張 51張乘以現在 在6月29號的市值 單價是44.35元 所以目前的市值呢 是多少 230萬 請問我那時候花多少錢嗎 194 現在變成230萬 我有沒有賺 其實我是有賺的 那再來一下 我現金股息總共領了多少 64萬 我有沒有虧 沒虧 我沒有虧 所以其實很多的投資人 其實他會去看一件事 他會去看說 你看我每個月付出12萬5000塊 很多人只看到股價的下跌 其實他沒有 他並沒有了解到 其實在中間的過程來講 其實他是因為 他要加大他的投資跨區經營 造成他的股本膨脹 其實我配發股票鼓勵 所以股價下跌是合理的 因為為什麼 還原回去其實沒有 還原回去其實我反而是賺的 這是我所有最失敗的一個案例 最失敗還賺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在投資來講的話 重點還是要 對於自己的投資的標的 要去熟悉 那再來一件事說 阿格力你一定會問我 欸教官 那個 12000點 很多人最近都在問 到底還能不能存股 對啊現在很多 尤其今年有50萬的新手開戶 所以大家看了很多老師提倡存股的概念 可是他們也會看到有一方的言論是說 12000點的存股失誤風情很大 OK 好 那其實我的想法其實是這樣子 很簡單的就是說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是證交所每個月固定公告 每個月都有公告 那這公告什麼意思呢 這公告是在於就是說 上市公司的加速在105年到 到這個108年之間 總共有892家到942家上市公司 多了50家 在這裡面來講的話 他的平均殖利率我們看到 平均殖利率介於3.82 到4.77 這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這就代表一件事 這892家到942家 我每一家公司我只要買一股的股票 請問 我可以拿多少殖利率 平均這樣看起來也有4%以上 再怎麼樣都比我放在銀行定存好 即使某一家突然的消失 我們也不會那麼貝 就是說真的 買到 他突然的消失 基本上我們會挑 你跟我會挑的 還是經過我們自己審慎的一個分析 其實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要殖利率 在這樣的一個殖利率下面 其實為什麼存股會風行 再來一件事 今年 我們看到今年的景氣其實沒有比較好 那為什麼有很多的股票往上走 對 那當然說可轉載因素我們不談 我們去來談一件事 銀行 央行 我們銀行的放款利率 定存利率 我們下跌了 0.25% 0.25% 現在定存利率超低超低 可是你看 0.25% 按照我們一般來去回推合理價的話 比如說1塊錢 如果是下降 1%來講的話 我們大概股價會往上幹嘛 往上漲20塊 所以銀行定存利率下跌大概0.25% 對 其實 資金就會從銀行出來 去轉移到股票 對 其實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說以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就不太喜歡 我個人 每個人基本上在投資都是一個 機會成本的一個概念 以我個人來講 我不太喜歡一件事就是說 去存一些 他每年沒有知息的 像以黃金來講 黃金在這40年漲了13倍 近5年下跌了4成 我在96、97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我就跟我太太講 我說 唉唷 我們買的那個黃金 又 又肚子餓了 又沒辦法割下來吃 肚子餓了沒辦法割下來吃 那我們把它賣掉 結婚 親戚朋友送的 爸爸媽媽送的 要不要賣 你們賣不賣 不賣嗎 對不對 我跟我太太講了半年 我就賣掉我們去買股票 隨便現在股票都是6.88% 欸 叫問你說的黃金是實體的還是 實體的啊 實體的啊 實體黃金 後來我講了半年 我老婆受不了 他說 好啦 被煩死了 他說 你可以賣啦 但是我留一點小條的 我說OK啊 但是你 紀念紀念 對 所以我就拿去買了20萬 去換了20萬 20萬我就拿去買股票 不要說8% 只要6% 你看96、97年 97年我那時候買像大風店 30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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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配息配3塊 而且 在金融海嘯那時候買到現在 每一張已經配到 就是一半的股票 也就是每一張已經變成1.5張 接近1.6張囉 所以 現在 每一張 今年又給3000塊 你看殖利率根本就是 報酬率根本超過10%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認為就是說 對我而言來講 我喜歡去做一件事 我會不斷的讓我的資產 不斷的去讓他去做翻轉 所以聽起來 教官非常在乎這個資產 是不是有息的資產 這個 像目前來講 我的資產來講的話 我會去讓我的資產去做不斷的翻轉嗎 我年輕的時候 跟傳統的人一樣 有土師有財 那一直買到民國93年的時候 買到第三間發覺 房子一直在漲 這時候再去當房東對我而言來講 而且我又不是非常專業的房東 所以我覺得不太划算 那於是呢 我就開始幹嘛 我就開始去買股票 其實我們房子大概有兩個收益 一個是資產增值的一個利益 所以我買房子都買很便宜 但實際上我到現在都沒有賣 任何東西都是買低賣高 好 房屋來講有資產的增值利益 還有租金的收益 租金的收益 那我從96年開始買股票 開始就有股息收入 股息收入 但是股價當差異很大的時候 比如說 他的獲利成長 事實上 在未來預期 未來是 不太可能能夠再繼續成長的狀況下 好那超過了 超過了本益比超過了29倍30倍 我會覺得太多的時候 這時候我就把它賣掉 換股操作 對我就會把它賣掉 好那再來呢 我會把我的股票出借 像目前到今天吧 到今天 目前帳上 已被借走的 大概是1500萬 1500萬 大部分的利率在2%左右 我們要2% 1500萬 2%這樣就30萬 所以 所以這樣來講的話 其實還不錯 就是因為最近股市高點 越高點人家越想借 都想要放空 就是空頭一直想空 所以 像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 在像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在 今年發現了有很多的 散戶投資者 新朋友加入 50萬的一個 補友進來 那我們 基本上我們 我們也會去做分析 去分析說 實際上 哪一些股票是流到散戶 哪一些股票是 流到 流到大戶 所以教官也會 多看籌碼 來做參考 其實我有寫程式 我有寫程式 就是說其實 我還是以基本面為主 但是籌碼面來講的話 基本上我會去 大概會去 關注一下 就是了解動態 參考一下 比如說像 最近 像你剛剛提到 50萬的新進股市投資人 我昨天就有一個 很好笑的事情 昨天我跟朋友聊天 聊一聊 然後我們就聊到 聊到了綠電 我們就聊到了綠電 綠電就是 就是台積電 不是跟那個 跟 過去 過去綠電買了風電 買了 買了那個 就是再生能源 可是呢 很有意思 這個新聞消息 在7月9號出來之後 7月10號 有一家公司 叫做綠電再生 掌名版 綠電再生 綠電跟風力發力有關係嗎 綠電再生 他是幹嘛的 綠電再生是 國內 十大 家電廠 轉投資的 專門處理家電 廢 廢家電 廢機家電 跟廢3C 資源回收 資源回收 處理公司 它完全跟 過去完全是不相關的 所以新手聽到 綠電好像跟綠能的電力有關係 就買了 是啊 就漲停 而且鎖漲停 還鎖 對 那所以說 我覺得 在目前的一個狀態下 很多的人 看了 其實散戶就是 這樣子 看到股價一直往上走 他很擔心 我現在不進這個市場 我不能成為有錢人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在12000點的時候 還有沒有股票可以減 其實有 那重點來講的話 還是在於個股 其實我們還是在個股 選股不選市 因為現在大盤在 比方說本益比 可能18、19倍平均 但是其實有很多 單一的個股 本益比可能只有10倍出頭 是 所以說像這樣來講的話 其實我個人的一個看法就是 為什麼這些散戶投資人 他積極的要進市場 其實最主要的考量 就在於我們來看看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生涯規劃 教官當初對自己的一個規劃 對我對我自己的生涯規劃 其實我如果是一個 保守性理財規劃的一個 投資人來講的話 各位 我坦白跟各位講 我有4萬7千塊的月退縫 4萬7千塊的月退縫 那要不是年金改革的話 我坦白講就是說 要不是年金改革 其實在107年的時候 所有的政府的文件顯示出來 107年退補基金開始會 收支不平衡 也就是要倒閉了 對 那所以我如果是保守性的理財規劃 我大概只會剩下一樣什麼樣的東西 到時候倒閉了4萬7千塊沒有 我只會有一個叫做 一次領退休的一次領的拿去存銀行定存的利息 大概一個月是2萬5千塊 2千5百塊 那請問一下 我老婆 我小孩 我爸爸媽媽 靠2千5百塊過活 我大概就是要去領中低收入戶 可能低收入戶的一個相關的補助措施了 那可是因為我是一個積極性理財規劃的 對 所以我在我有能力賺錢的時候 我就想辦法把我辛苦賺的錢拿去做投資 去做理財 所以我目前的一個狀況大概是 我月退縫大概是4萬7千 按照107年的一個狀況 平均的月股息來講大概是15萬 15萬 房租還有借券息 這樣平均來講的話 月收入大概還有22萬9千 那對不起 那如果 退縫基金 最後 倒了 4萬7千塊 不會痛 不會啊 因為已經準備好了 什麼不會痛 你最好告訴我不會痛 4萬7拿去 吃Buffet去那個 旱來 對不對 相對的概念 比起你傻傻等到他倒掉還好 是啊 4萬7吃Buffet可以天天吃 對不對 你們最近的飯店是哪一家 ok 去吃喜來燈精華酒店 對可以天天吃吃到飽嘛 所以現在大家的問題就是說 聽了教官講了之後發現自己 應該要積極性的理財 因為你如果不積極的理財 就像我們剛剛節目一開始有跟大家提到 像老保已經即將要破產這樣的狀況 那接下來大家會很疑惑就是說 那教官該怎麼選股 因為你剛剛講的是說我對股票我要很熟悉 但是呢熟悉一檔股票 你通常是怎麼樣來開始 好 一般來講的話 我 當我對一檔個股有興趣的時候 我會先去做一件事 我會去把他的年報調出來 當然我會先去做 損益表的快速的一個篩選 反正那個如果沒賺錢的先不看 對沒賺錢的先不看 當你篩選完之後 我們就去把他的財務報表拿出來 那財務報表裡面有四大報表 其實這都非常的重要 那大概就 欸 損益表 中央損益表 資產負債表 現金流量表 還有股東權益變動表 這四大表我會比較建議 一般的投資人 你進入市場 你決定要買一檔股票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看 那很多朋友會說 欸 教官 太多了看不到要怎麼看 一個財務報點 報表幾百頁 怎麼看 其實重點來講的話 各位 很多朋友不知道 我們先來講一件事 在財務報表最前面 他會有會計師的一個 比如說季報來講 會計師是合約 年報會計師是查核 在年報 會計師在簽證的時候 其實會計師他會 特別去說明就是說 這家公司 某一家公司 他的年報要怎麼看 比如說 好 捕豐 捕豐在會計師上面 他就有說明 他就說 因為捕豐 他的資產裡面 有叫做生物性資產 生物性資產 他就是 他的豬肉 他的 雞 雞 這些來講的話 他會受到 財報結算日 當天的市價漲跌 會去影響到他的淨值 當這個淨值 增加 他就任列利益 當這正結 淨值減少 就任列損失 所以 像這種公司來講 其實會計師他就告訴我們 這家公司的重點在哪裡 那既然 會計師已經告訴我們 這家重點在哪裡 那所以 捕豐的獲利 他也會就是 隨著 他每一季財報結算日 他在市場上面的一個價格 所以 當時大家都要留意 當時候的續產的價格 是 那個價格如果增加 那通常 當季財報就會漂亮 對 當季財報 如果 他的市價 減少 當季的財報 可能會稍微不好看 那這是我們必須要去了解的 所以為什麼EPS 往往會有波動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市價的不同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 我舉這個實例 這個 有一次有一個 那個 醫護人員 他就問我 他說教官 我因為是醫護人員 我買了很多的 五頂的股票 但是我看到五頂的股票 股價一直往下跌 他問我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就把財務報表附註 掉了出來 一看到了一件事 五頂 五頂 他告訴你 說 我這家公司 所有的 應收帳款的部分 關係人 歐公司的 應收的 款項 目前按照 其資金狀況收取 好像這個錢收不太回來 這樣的意思 那這時候我們就去關注了 他的應收帳款 這間歐公司 主要的歐公司 從原本應收帳款 8700萬 成長到 多少 2.12億 哇 差一多 而且這是他主要的公司 大客戶 然後錢就收不太回來 對 所以那這樣來講的話 最後我們就會發現一件事 最後這個就只能做 以再收 以再做股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在財務報表付出裡面 其實他都會標註一些 我們對一些特殊的現象 比如說應收帳款比率 突然大幅的增加 其實在財務報表付出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說 一般的投資人來講的話 其實你看財務報表 你可以挑重點 我們重點不在於說 你去 我們都不需要去編制財務報表 編制財務報表 是公司的事情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說 一個財報PDF檔上百頁 對 只要看教官說的 重點到底要看什麼 是 財報裡面會跟你講 是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投資人 其實 你可以去買一些財務報表分析的書 其實先買一本 本來看得懂得就好 其實有一本書是蠻不錯的 是財務報表分析寶典 那這本書來講 其實我們去把四個項目 四個項目 短期長在能力的分析 長期長在能力分析 跟獲利能力 跟經營能力的分析 其實大致它會 做這四個面向的一個分析來講 我們會運用到 剛剛前面所說的 對 四個報表 四個報表 那像 一般來講的話 比如說我們年與年之間的比較 它就是一個 屬於橫向的一個比較 那這是一個四大表 我們綜合整理的一個狀況 綜合整理就是說 其實它的一個重點 你必須要了解一件事 什麼 很多投資人其實他 他一開始在跨入財務報表 他搞不清楚財務報表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不同 就是說 什麼叫做損益表 損益表 其實它代表是在這個區間裡面 比如說在第一季 我就是1月1號到3月底之間 我所有的現金流入 跟所有 不是我所有的收入 減掉我所有的成本 扣掉我所有的費用 最後結算下來是我賺 賺還是虧這樣 所以他這是一個區間 這是一個區間 那資產負債表呢 是特定當日 比如說 我楊裡軒 在3月31號 我算力交官 在3月31號 我有幾間房子 我有幾台車子 房子車子有多少負債 這就是一個特定時間點的一個觀念 所以其實大概在這4個表來講的話 在這4個財務報表 其實我們大概從不一樣 不一樣 它會有一些不一樣的一個應用 那可能就是後面 你們自己再去看財務報表分析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運用得到 那比如說其實我們最簡單的 讓各位對財務報表有點概念 我們來看看 像這邊有ABC三家公司 ABC三家公司 可是一般當你看財務報表 看很習慣的時候 你會覺得 ABC三家公司 哪一家公司感覺怪怪的 感覺怪怪的 C公司 為什麼 負債怎麼那麼多 對嘛 其實我們財務報表 其實財務報表就是 它的會計很冷是 就資產等於負債加股東權益 那什麼叫做股東權益 就是資產減掉負債 最後剩餘的 就是我股東的 其實它就跟我家用一樣 我的所有的房屋 所有的車子 我所有的資產 減掉我所有的銀行貸款 剩下的就是我家的剩餘 就是我們所謂的 經常講的一個股東權益 也就是所謂的一個禁值 所以 當你去習慣了看財務報表的時候 對於一些特殊的一個現象 其實 你大概從大區塊裡面 你先去抓比較特別的東西 先看大方向 對你先去抓大區塊 那這樣來講的話 相對的會來的比較快速一點 就是說ABC這家公司 這三家你不用先進一步研究 你光看這個資產負債表 先會優先就把C公司剔除了 就只剩下兩家公司 那你這樣花在研究個股上的時間就會減少 教官是這個意思 那我覺得我蠻佩服教官的一點是說 大家都知道巴菲特的一句話 就是說別人啊如果害怕的時候 你就應該貪婪 可是通常在市場上啊 人性啊是接受不了考驗的 一般來說都是 欸漲越高了 你看今年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散戶去開戶 就是因為漲很多 所以大家想要進去朝底嘛 不過當大跌的時候 真正敢朝底的人 又會有幾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教官分享的一個實例 就是黑天鵝的投資法 什麼叫黑天鵝的投資法 就是說大家都不敢買 或大家都看空的時候 你因為了解了這家公司 你反而勇於的買進 我們可以看到教官在104年8月的時候 那時候就買了台氣店 教官的台氣店相當有名 教官也在網路上分享很多 他對台氣店的看法 所以我想教官也是當時候知道 台氣店這家公司的本質是如何 他才敢在當時候縫定的買進 那而且教官不是只有在那一次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在105年的時候 那時候教官也有分享過 我有印象 有一個雲爆假車的一個案例啊 會導致中興店這家公司 其實股價好像有點不太好 不過教官那時候也是 逆勢的一個買進 所以我們就要請教教官 你是如何能夠在這種 逆勢的情況下 憑藉著對公司的了解 反而勇於的進場 其實像剛台氣店跟中興店來講 其實就是我所有投資裡面的 其中兩個案例 那就我個人來講的話 其實我會逆勢進去來講 通常是一個重點 這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對這家公司非常的了解 而且我是 可能本身以前就長期只有他 那比如說像台氣店 台氣店其實他就很單純 台氣店當時為什麼被 被那個公平會處分 是因為台氣店當時跟台電訂的一個合約 台電說 你就是他子公司跟台電訂的合約 你每一度 你賣我多少錢 他有一個計算的公司 可是後來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的一些 一些議員啊 這些他說 不行啊 好像最近銀行利率掉很多啊 台氣店這樣賺太多了 這樣不行啊 就把台電找過來 台電就開始就把這些 這些燃氣發電廠說 你們大家過來 你們現在賺太多了這樣不合理 我們要修約 人家當然不從啊 我也是有股東的啊對不對 我當時也就是因為考量你給這個錢 我們才去蓋這個電廠的嘛 那所以 台電就去跟公平會告了嘛 那公平會 告說 那這個來講 他們是聯合行為 聯合不降價 那公平會就對他們做財閥啦 台電就在依據 公平會的一個財閥怎麼樣 處分 再加上財閥總共大概81 哇很大的一個數字 於是在當時的股價崩跌到20塊 我就進場買嘛 因為很簡單一件事嘛 本來就是我跟你簽訂好的合約 你現在說我聯合行為不降價 這個邏輯好像怪怪的 我哪知道銀行利率會掉那麼多嘛 可是今年在5月份的時候的 最高法院的一個判決 判決已經出來了 公平會敗數 那教官就剛好撿到便宜了 所以你看最近 海氣店已經到40幾了嘛 所以你看這個來講的話 等於相當於我那時候買的價格 只是我一直都持有沒有賣 所以目前來講已經Double 還不算這些年的股息 今年好像配息是配1.6左右吧 還是1.7 等於按照當時我買進的成本 今年拿8.5% 8.5% 現在訂存利率有很多是不到1% 8.5% 我等於相當於用這樣的錢 賺了8倍的訂存利息 對不對 8.5倍的一個訂存 而且還不包含那個價差的部分 對啊 所以你說 就我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回到剛剛的一個問題 我為什麼會 當股票它碰到一個逆風的時候 我會去做一件事 我會去分析它是短期性的 還是長期性的 就是影響可能是一次的 或是它其實會持續影響這樣 是 那再來一件事就是說 基本上在選股的時候呢 我會去考量一個獲利能力 它是不是相對來的穩定 比如說以台氣店來講的話 我會 我希望它每年的一個獲利 它能夠達到百分之 它能夠EPS要在1塊錢以上 1塊以上 一般我在選股的時候 我也希望個股的毛利率 個股的毛利率來講 大概希望能夠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那這樣來講的話 百分之二十以上 我才不會因為一次性 比如說 關稅啦 什麼那些 對不對 你毛三毛四的你就要用量 你看 最新的廣達 六月份 製造六百多萬台筆電 多可怕 但是當你毛利率低的時候 你就要充量 所以我希望毛利率比較高 另外 本業是否賺錢比較重要 當很多投資朋友 他喜歡去買一個標股 但是他去買標股來講 有時候這些標股 它是一次性的一個利益 那我們必須要去思考 它是不是長期 它是不是近十年的獲利 是不是相對穩定 為什麼要拉十年 其實拉十年 比如說我們拉十年 其實我們就可以去篩選到 它是不是定存股 比如說這十年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 這十年我們會碰到104年股災 還有今年的第一季 今年的第一季跟104年股災 那另外來講 你還可以再去看97年金融海嘯 它的獲利有沒有衰退 如果這三個時間年 它的獲利都沒有衰退 大部分都是非景氣循環股 也就是它不受景氣循環的影響 那再來我喜歡業外投資相對來的穩健 業外投資穩健 那如果本業獲利穩定 業外投資又穩定 業外精美 那這樣就很漂亮啊 那營收是否穩定不能大起大落 有些公司的營收它有可能會這樣子 我在海外成立一個假公司 我因為一些特殊的目的 我在海外成立一些空殼 也不要說空殼 就成立一些投資公司 那我再把貨銷到海外去 我可以去充 在年底的時候充營收 可是隔年呢 隔年前收回來沒用啊 甚至於未來還去做那個 存貨疊價損失 這些是沒有用的 所以原則上我希望營收 你可以穩健的成長 那是OK 但是那種暴漲暴跌 就我個人來講 就不太習慣 因為又要浪費時間去研究 所以乾脆不要 所以我比較喜歡就是說 我比較喜歡一件事就是說 獨佔或特許行業 為什麼要獨佔或特許行業 像比如電信業 電信業雖然 電信業要不是有 要不是有台灣之星出來殺價 哪有 哪有4G499599這種事啊 因為 三大電信彼此又互為股東 心照不宣 對不對 所以就像之前在競標的時候 某電信業大佬就出來說 哎呀大家不要再這樣競標 這樣在 價格再往上走 大家那個賺不到什麼錢 那其實這個行為其實不太對的 因為你是 你這有點聯合行為 對 這是不太對 但是重點就是說 那個牌很重要 對不對 你有沒有標到頻率 就代表你未來在這5G 你能不能繼續做下去 所以電信業來講 它有 基本上它是屬於一個 比較寡讚的一個市場 早期 早期我為什麼要選擇有線電視 很簡單 以前 以前在行動通訊 97年 行動通訊還沒有出來之前 在97年之前 大家都 大家看電視 都只有用寬頻 現在是因為行動通訊方便 坐公車就可以 才可以看YouTube什麼 對嘛 所以有線電視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它面臨的 面臨的競爭會比較多 面臨會比較多 好天安瓦斯 這就是完全獨佔了 對 因為在天然氣的一個事業的一個 經營的一些相關規定 在同一區域不得有第二家 所以它就是完全獨佔 那溫潭的啊 聽起來就是溫潭 完全獨佔 那電廠 電廠 廢棄物處理啦 資源回收啦 污水處理高鐵 這些來講的話 基本上它是獨佔或特取行業 這我個人第一個原則就是 獨佔跟特取 我早期像這種行業 我大概配置是百分之百 那後來來講 因為阿格力也在講純股 大家都在講純股 導致於 價格都高了 導致於價格變高了 那這時候呢 我就會去 我就會去做一些配置在景氣循環股 大致這樣 那如果說 你在獨佔或特取行業 這非景氣循環的部分來講 另外你還可以配置在 具有獨佔的一些龍頭地位的一些公司 在各產業來講 一般是這樣子的 那如果 剛剛教官講到說 在選擇龍頭股 或者是獨佔 這些有互乘額的公司之後 那我們要進一步的怎麼樣去分辨 因為 雖然是獨佔 但是 全ABC股票 畢竟不同的產業嘛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切入去分析 一般來講 就不同產業而言來講 它有不一樣的關注的一個項目 你比如說像油氣燃電業 油氣燃電業來講 其實 比如說 天然氣 天然氣去年到現在 去年的批發價格 這時候的批發價格大概是14塊左右每度 現在 現在每度的一個價格來講 大概已經掉到8塊 左右了 這麼多 所以天然氣的一個價格去年到現在下跌了4成 那那麼在今年它對客戶銷售的營收會被掉 會嗎 理論上一定會嗎 因為批發價掉這麼多 石油也是一樣 它的 去年的價格跟現在的價格差很多 今年甚至還有期貨是複數的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一個 原物料價格的一個下跌 當然會影響到它的營收 但是 油氣燃電業我們要關注的是它的銷售數量 不是它的一個營收 銷售的數量也不是營收 因為營收會隨著批發價波動 是啊 因為我賺一樣的價差 那比如說營建業 目前來講的話 以前早期的營建業是依據什麼 依據 欸 我每蓋一層樓我認列一個收入 那現在的一個營建業來講 比如說我銷售的對象是一般客戶 那它是按照建案完工的時程 所以我有可能今年完全沒有建案完工 那但是呢 在我財報裡面會有一個數字 叫做目前有哪些 在建工程 它目前正在建的一個建案 那這些建案來講 預估在什麼時候完工 在完工以後 當年會認列獲利 所以營收入障的時間 所以營建業 營建業操作的方式 會相對的簡單 就是說 你只要去看這家公司 這個營建業在低基期的時候 通常它在低基期的時候 當年沒有建案完工 營收就差很多 股價就會掉 股價就會差很多 可是當營收一起來的時候呢 股價可能就翻倍 所以像這種東西 這種營建業我們關注的是這個 那製造業與買賣業來講 我們就去關注它的存貨周轉率 它的一個存貨周轉率 那比如說以電子產業 它的存貨周轉 如果它存貨周轉 一個產品生產出來 要一年以後才 要一年才能賣掉 那風險很大 因為為什麼 電子產業的產品一出來以後 疊價損失就會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往往看到一些電子產業 電子產業或通路的電子產業 它往往在年底的時候 你會看到 它的疊價損失都是以幾億幾億在算的 其實觀眾朋友應該可以理解 比方說一隻手機年初賣2萬 那可能明年同期只剩1萬 甚至賣不掉 是啊 就像前幾年 很多年前 HTC送了 台北市所有的高中 Flyer平板 你用過嗎 沒有過 沒有嘛 它送給這些高中 它如果不送給這些高中 它只能認定 認列什麼 庫存底下損失 可是呢 它送給這些高中來講的話 捐贈 還可以頂稅 抵稅 其實商業上面來講 有很多的一些盤算 但是至少也算是捐了 那只是收到Flyer平板的這些學校 可能會比較困擾 要拿去哪裡 未來如果有問題要怎麼修 因為市場上根本沒人在用 好 電 以半導體產業來講 我們以前就常常聽的嘛 常 張忠謀說 資本支出 未來的資本支出怎麼樣 那其實就是它對未來 它的半導體產業的一個看法 那所以 包含整個半導體的一個供應鏈來講 大致上來講 關注的會在 半導體產業的一個資本支出嘛 好 電子產業純貨周轉率 剛剛也提過了 通路末端零售業者 一般來講 通路末端零售業者 還有一個特性 運收賬款比率低 為什麼 我們去超商去繳信用卡的錢 對 去超商去 付任何的錢 其實它都是先收我們的錢 好 比如說它繳信用卡的錢 它先收了我們的錢 再轉給 銀行業者 那在這個中間來講的話 其實它就是 它根本是先收錢 它根本沒什麼應收賬款 它應付賬款比較多 可是它是好的應付賬款 因為為什麼 它已經先收到錢 通錢這樣就低很多 所以會有這種特性啦 那再來就是說 比如說各行業促銷活動 一般來講的話 你要注意到就是說 比如航空里程數 這些航空里程數 我們要預估一定的人 會來去認列 認列兌換里程 所以我們不能一次全數的入帳 大致是這樣子 那剛剛教官 跟我們講了這麼多 個股啊 的分析 比如說 半導體要看資本支出 那末端通路要看這些應收賬款 跟周轉率的部分 那有沒有一些你自己持股 然後實際的例子 來幫大家更清楚的一個了解 好 那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在今年來講 其實今年第一季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特別的時候 你跟我都已經活過這 活過今年的 你跟我都活過今年的三月 這代表一件事 我們跟巴菲特一樣 怎麼樣一樣 我們跟巴菲特一樣 這輩子能看到 美股熔斷的次數都一樣 我們可以平起平坐 好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其實今年第一季非常的特別 在三月是不是所有 包含台股美股都大跌 對 美股幾乎從接近3萬點 下跌到2萬點 其實大概跌了33%左右 那以台股來講 其實在三月份 其實也是一個最低點 但是呢 在今年第一季 其實會有很多的好公司 怎麼說呢 有很多的公司 其實他因為帳上的現金很多 他每年賺的錢很多 帳上現金非常多 他把帳上的現金拿去 買金融資產 買股票 是 那用股票來另外再幫他賺錢 OK 那這樣來講 在第一季的時候 如果他有一個科目叫做 透過損益案供應價值 衡量金融資產 這一個科目 如果是這個科目 透過損益案供應價值 衡量金融資產 他會有所謂的 跌價損失 或者 增值 漲價的一個利益 所以白話文聽起來是不是說 這個你持有的股票 這家公司 他也有去投資其他的 一些金融資產 那如果那些金融資產下跌 在帳面上 對EPS可能會有影響 對 好 簡單的來講 我們以大台北瓦斯這家公司來講 這家公司在今年的第一季的EPS只有0.11 在去年的同期的EPS是多少 0.33 如果是一般的散戶看到了EPS從0.33掉到0.1 我告訴你跑的比誰都還快 那這時候誰在減呢 我 我就會很認真的去減 為什麼我會去減 我們先來看一件事 他這個科目以大台北瓦斯這一個科目呢 他在今年 在今年第一季的時候 他下跌 下跌大概是1.23億 對 這1.23億影響他的EPS大概就0.22 也就是說 其實他的本業是成長的 但是呢 他是因為這一個帳上持有很多的上市櫃公司股票 包含 包含未上市公司股票 但是上市公司股票他只要放在這個科目 他的跌價1.23億影響他的EPS 那這時候呢 這家公司你就要去看一件事 他的本業是不是成長 他的本業獲利成長超過50% 也就是 也就是他的天然氣 跟非凡那兩棟樓的出租的收入 盡力成長超過百 就是 營業力成長了50% 可是EPS衰退 閃戶不敢買 誰敢買 就是我的貨 就是我的貨 那這時候我去關注一件事 在第二季 他帳上金融資產有沒有回升 好 帳上金融資產 我們看了 他的回升大概在1.15億 那幾乎之前 幾乎整個都回來了 好再來一件事 其實我要跟各位分析了 有很多朋友 阿格力我們來看看 當你看到 累計營收 累計營收 今年前五個月的累計營收衰退 百分之十七 比如說以新熊 營收衰退百分之十七 心態 營收成長百分之九點七九 大台北 衰退 累計營收 今年前五個月累計營收衰退 11.8% 新天然衰退2.9% 新高 衰退百分之九點六六五 這樣看起來 今年天然氣狀況 如果只看營收 大家會覺得好像不太好 對啊 一般的大部分人看到 會覺得 他的營收狀況 這樣來講的話 應該是不太好 可能 即使在當月 我們看到在五月份的 已公告的當月 也都是在衰退13% 16% 14% 12% 11% 那你可能就不敢買 你會覺得說今年是高點 可是 我們來看 在去年的同期 跟今年同期瓦斯批發價格 從14.12元 下跌到多少 下跌到目前 七月還在降 還在下跌 還在下跌 下跌到8.48 這跌幅很大 請看 大概 少了大概 接近6塊錢 6塊錢 除以原本的14 大概下跌了超過4成 超過4成 這代表一件事 我們回到這張表上 我們都知道 天然氣大概每一度 大概接近賺2塊錢 就是按照銷售度數 大概是賺2塊錢 所以 如果假設 他的銷售的度數 都是相同沒有成長的狀況下 阿格利 我剛剛提到了 我們下跌了4成 所以 營收下跌4成 是不是正常的 欸 看起來這樣營收 用另外的角度看 反而是變不錯了 因為營收等於價格 乘以他的銷量 對啊 所以我們 正常來講 如果說 銷售數量是一樣 這些應該都是累積營收 應該都下跌4成 對 可是我們看到了 比如說 以 新雄 只有下跌17% 這代表一件事 他成長了23% 銷量賣比較多 對 他銷售數量成長了23% 心態呢 沒有下跌 反而成長了9.79% 代表他大幅成長 等於他成長了49% 所以 像這些公司來講 你看大台北瓦斯也是一樣啊 他 累積營收衰退 11.8% 那麼呢 其實 代表他成長了29% 所以我們 在看所有天然氣公司來講 我們可以發現了一件事 所有天然氣公司 他的營業利益 都是 大部分都是大幅成長 以心態來講 幾乎成長了兩倍 兩倍這麼多 他今年的第一季的EPS 從去年的4000多萬成長到今年的 不是 他今年第一季的營業利益 就是營業利益從 去年的同期的4000多萬成長到 今年第一季的1億1000多萬 以大台北瓦斯也是一樣 營業利益也是大幅的成長 大概成長超過5成 所以很多的投資人 在第一季來講的話 你可能看到EPS的衰退 你可能會錯過這種公司 帳上比如說大台北瓦斯 星海瓦斯 星星天然氣瓦斯 他們都是帳上持有金融資產很多的公司 他帳上持有金融資產很多的公司 結果 因為帳上持有股票的 透過水硬安供應價值衡量金融資產的跌價 結果看起來好像衰退 但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所以投資人來講的話 在這一季來講 其實有很多的公司有這種狀況 比如說我們來看像情依控 情依控在今年的第一季 財報上面來講的話 千萬十萬百萬千萬 他的損失序 他的透過水硬安供應價值 金融資產損失是6700萬 6700萬他對EPS的影響數是0.33 所以他今年第一季的EPS只有0.17 可是他因為這一個透過 帳上 他帳上有15000多張 超過15000多張的上海商業股票 上海商業股票 第一季下跌 所以 如果 他不是因為這個狀況的話 那麼這個0.33加回去 其實 以情依控第一季的EPS只有0.5元 所以其實 他的本業他是包租公嗎 就是比較真實的一個獲利了 是 所以當你看著懂財報的時候 反而這時候你看到 哇 0.17 大家一定都不敢買 我反而會進去嗎 那第一季有很多這種公司 這一家 你看第一季的EPS下跌多少 是-0.2元 虧錢的公司 這家公司叫巨翔 可是我們來看 他最近一季 他的帳上金融資產的 透過水硬安供應價值 涵量金融資產疊價多少 1.25億 1.25億 影響EPS 1.2元 1.2元 回家過來 他第一季的EPS 就1塊錢 所以 這樣 這時候我們就要去評估 他帳上持有金融資產 在第二季的時候 他的EPS 他的四季有沒有回升 有可能就回來 因為 尤其這些在海外 有很多 轉投資的 那他帳上持有的一個現金來講 他都會去 讓他去活用 他會去放浪 能夠升息的地方 那教官這樣聽起來 是不是我們可以去查這些股票 他投資了哪些股票 他在觀察 這些股價有沒有回升 然後進一步來找買點 其實阿格林知道 教官很喜歡寫程式 我有寫一個程式 其實就可以快速篩選出 專門在追蹤 大概 那個只要一 輸入進去 大概不用 不用20秒 就所有1700檔就出來了 難怪你可以管你那麼多股票 又每天在外面遊山玩水 對 我們來看 像這家公司其實也是阿 中興店也是一樣阿 你看第一季EPS0.26 但帳上金融資產 千萬雖然百萬千萬七千 虧損7100萬嘛 影響EPS0.17 0.17加進來來講 其實第一季的EPS來講 大概也0.4元 升距更有意思喔 升距這家公司是 每年穩定配息的一家公司 但是呢 他帳上持有金融資產 在第一季的時候 財報虧損2億 影響EPS1.2元 導致他EPS第一季負0.22元 這樣本業還是有1元 我們如果把它加回去 還有1元喔 你知道他帳上金融資產是什麼 最主要是光陽科 到時候你 到時候你們可以把他的線圖打出來 你就可以發現了一件事 光陽科第一季到現在 股價漲了多少 懂教官的意思啦 反正就是說 你如果在投資這些 因為金融投資而 帳面有虧損的公司 那你再把他投資公司的股價 對應前期 那如果有更高的話 其實如果大家還反而 不敢買這些公司 就反而是 教官的機會 對啊 如果說有需要的話 今天的 教官可以開放城市給 給你們的 這麼好 給今天的粉絲 給大家用一個 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們自己試玩看看 教官的獨門的城市 要特別加碼 而且教官城市都沒有再收錢了 都是免費給大家用 真的是佛心來了 我們今天真的是 非常謝謝教官 因為在其實我 跟很多投資的老師 有接觸的過程中 其實存股這個心法 是很多人都會分享 可是能像教官這樣 存股的心法 確立之後 該怎麼樣進一步 比方說這種財報 以及各個產業 該看什麼指標 甚至細到說 這些公司的EPS 其實表面上看起來是摔對 實際上是成長 這種第二層的思考 真的是很少很少人 會有這麼深入的分享 所以教官 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謝他 那如果你是喜歡存股的朋友 這一集 建議多看個十次 可能都不回過 對你的存股的過程 跟工藝的增長 一定是有很大的幫助 那你如果喜歡 理財最給地 以及希望呢 得到教官的程式的適用的話 歡迎在留言板告訴我們 或許這個軟體的使用資訊 記得訂閱理財最給地 可以在Facebook上 YouTube都可以收看得到 價值理財最給地 繼續幫你 人生財務下的營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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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細個 人叫做 對 권 按 總 小 人